同志朋友們在面對伴侶暴力時 可以不用再害怕了 往往同志朋友可能會因為 同志的身分而不敢張揚 同志親密暴力諮詢網 讓同志們受暴時 可以隨時匿名上線諮詢 不用擔心因為自己的現象 而不能求助 很多同志朋友 會被另一半引出櫃來威脅 對 比如說 你要跟我分手 可是我不想要分 那我就威脅你說 我要跟你家裡說 不同於異性戀的一般家暴事件 同志朋友的出櫃問題 往往會被拿來當成把柄 恐嚇威脅 因為同志的身分 而無法和朋友跟家人傾訴 讓他們在無形中 承受了比別人更多的精神壓力 就想了這個網站 對 因為網站的功能是 它是一個 你自己很方便就可以看 其實我們也可以希望 能夠藉由這個網站 去影響現在的家暴領域 讓家暴領域的友善程度提高 網站成立到現在 最希望的還是可以持續的 受到同志朋友們的信任 讓同志們知道 當他們受到暴力時 是有權力也有資格去求助的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值得擁有 健康快樂的親密關係的 我覺得是